我们已经结婚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我俩在一起 我是做什么都不对 还要天天被挤兑 我真是受够了 我跟他结婚太草率了 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现在过的日子 我本来也不满意 我还不能说嘛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 这样下去我是没法过了 我觉得他没什么 这个跟我提要求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结果 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一对剑拔弩张的夫妻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华先生25岁 来自贵阳行笔老师 张女士25岁 来自重庆美容师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现在在重庆生活 你老家 对对对 是大学同学吗 对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就一个大学 然后也是同班同学 谁追的谁呢 是我开始追的他 本来我们俩不是一个戏的 刚开始只是觉得他长得挺帅的 然后两人就互相来往嘛 然后后来两人谈上恋爱了 然后就为了他转到他们的戏 他们的班 你还转戏转班啊 对对对 厉害呀 特别喜欢这种高高帅帅的 我俩身高差得挺远的 你多高 我近身高可能一米五三吧 你呢 我一米八八 建婚两年多了啊 对 咋啦 今天来的目的就感觉跟他过不下去了 他现在越来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